中华文明 笼统说来中华文明剩下五千年 具体说来从先秦的下朝算起 中华历史有接近四千一百年 而即使是从中国第一个统一王朝秦朝算起 中华历史有两千两百四十年之久 在这数千年的时间里 中华民族经历过无数灾难 天灾人祸外族入侵 在当时看来是轰动的 是改变过历史走向的事件 在千年后回看 最终也只不过是历史书中几行字 是淹没在时间长河中的藏海一塑而已 但如果真的要将千年文明浓缩进一天时间里 那我们也许就能更为直观地感受到 什么叫事态炎凉 什么叫红尘过往皆云烟 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 1912年清朝覆灭 将这3982年浓缩在一天里 相当于一年等于21.7秒 一天里能发生多少事 你知道吗 若以零点为夏朝立国之时 那公元前2070年建立的夏朝 国作不过二时五十分 还不到三小时 零点钟声敲响 大雨传未雨起 历史从善让制走向家天下 开创我国近四千年的世袭之先河 夏氏族原本姓四 从起之后改用国民夏卫姓 通常认为夏朝共传十四代 十七后 期间经历过起的儿子泰康 只顾游玩不理正事 因而被后裔篡位 独成王位 也经历过少康中兴的复国时代 直到传位至夏节 夏节暴虐最终为成唐所灭 凌晨二十五时 商汤建国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朝代 商朝是我国第一个有直接的同时期文字记载的朝代 有许多外国研究者都不承认夏朝的存在 但因为有商朝甲骨文的存在 商朝的存在被肯定了 商汤吸取了夏朝灭亡的教训 广市人政深得民心 虽然为了抵御自然灾害屡次迁都 经济水平十分低下 但商朝的农业手工业都发展很快 出现了鼠 祭 盗 卖等粮食作物和桑 麻 瓜果等经济作物 但商朝的内乱从未停止过 商朝的多次迁都不仅是为了抵御自然灾害 也和商王室内部争夺王位的斗争有关 到了凌晨四十三十八分 盘庚继位后 为了挽救政治危机迁都于一 再次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缓解王室内部矛盾 因而盘庚被称为中心之主 与此同时 历史上首次有了甲骨文的记载 凌晨五十三十二分 周文王出生 十五分钟后 商周王出生 凌晨五十五十六分三十九秒 蒋太公钓鱼 周文王上钩 六十十分 周武王发动木野之战 武王伐纣 最终令商朝灭亡 商朝国座三十二十分 历史走到了六点 走过了黑夜迎来曙光 三字经说 周武王使诸咒 八百载最长久 周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三个王朝 亦是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王朝 享国七百九十一年 换算成二十四小时 则有四十四十五分四十五秒 经历了几乎整个上午 历史学家将周朝分为 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 武王伐纣 激发建立的正式西周 定都告经 实施诸侯分封制度 大封皇族及功臣 六十十一分 周武王崩 周成王继位 由中公弹辅佐 辅政期间 周公弹平定三间之乱 又成武王一帜 在洛阳盆地 引落二水一带 继续建设新都洛邑 视为成州 七十四十九分 周幽王继位 朝政腐败天灾频发 周朝统治内外交困 最终周幽王封火洗出后 被犬戎杀死于戏 西周灭亡 于是中华文明迎来一个 百花齐放 百家齐放的开放时代 春秋战国 公元前七七零年 周平王东间定都成州 经河南洛阳 此后周朝便被称为东周 而其中以三家分禁为节点 历史上著名的春秋战国时期 登场了八十三十三分 齐桓公称霸 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 推行军政合一 兵民合一的改革制度 使得齐国逐渐强盛 随后 楚庄王问鼎中原 流露出寄予天下的野心 九十三十七分 岳王勾建经历卧心尝胆 最终灭武 至此春秋五霸 在一天内称霸的时间不过 一时七分十六秒 在文化上 那是一个柱子百家遮名的时代 从儒家到法家 仍然都有自己所追捧的学说 到了九十三十三分 老子息出韩谷 两分钟后 孔子去世 三家分禁即将开始 上午九十三十六分 韩 赵 魏 三家分禁 历史走入了战国 实施十九分 商阳变法 改革秦国户籍 军工爵位 土地制度 行政 区化 税收 度粮衡等多种制度 并制定严酷的法律 他咒农一伤 奖励更战 令秦国迅速强大 但仅仅七分钟后 商阳就被公子前 污蔑谋反 战败似于同地 尸身被运回咸阳后撤裂 时时四十四 至时时四十八 我们经历孟子去世 庄州化碟 屈原藏魂弥罗江 我们在短时间内 失去了三位位人 随后 长平之战爆发 将军白启 在此战中 重创赵国主力 奠定秦国 统一的基础 白启担任秦军主将 三十多年 功成七十余座 立下赫赫战功 但最终因功高震主 得罪应后 落得被刺死的下场 时时五十五分 嬴政出生 十一时零八分 秦灭六国 建立我国历史上 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完成统一大业 公元前二二一年 嬴政称帝 史称秦始皇 秦朝是我国 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也是出了名的短命王朝 换算到一天内 秦国国座 仅有五分四秒 在几分钟内 是皇帝迅速完成修长城 焚书坑乳 统一文字和杜梁恒等壮举 时间来到十一时十三分 此时秦始皇已在东径时驾崩 胡海矫照登基 施政暴虐 民怨沸腾 于是全盛吴广 打着公子扶苏的名号起义 刘邦也斩白蛇起义 十一时十三分 赵高除掉李斯 十一时十三分 尚宇大破寝军 自称西楚霸王 分封诸侯 刘邦入住咸阳 并于父老豪杰约法三章 稳定民心 随后就是著名的鸿门宴 然后项羽杀秦王英 一把火烧了阿旁宫 秦朝灭亡 十一时十五分 该下之战 项羽自稳于乌江边 刘邦赢得楚汉之争的胜利 历史进入了大汉王朝 汉朝分为西汉和东汉 相国407年 立二十九帝 十一时十五分 刘邦称帝 史称西汉 十一时二十三分 三十九秒 至十一时三十七分 我国第一个盛世 文景之志出现了 文景之志采取 青瑶伯父 与民修习的政策 委之后 汉武帝的东征西战 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十一时三十七分 汉武帝登基 随后张钦出赛 而董仲书 霸出百家独尊乳术 在思想上文化上 进行统一 十一时四十二分 至十一时四十六分 汉武帝时期最重要的 SSR 未亲获取病 相继登场 破修奴 争北墨 逢狼俱须 有英年早逝 似乎生来 就是为了完成这一项任务 完成了 就立刻推长 十一时五十七分 汉武帝驾崩 随后赵宣忠兴 恢复了被武帝好空的国力 经历了王莽篡汉 改制导致了天下大乱后 王莽的新潮很快覆灭 十二时三十七分 刘秀称帝平定天下 四海归一 在东汉诞生了九张算术 造纸术 地动仪等伟大的发现和发明 更有张道林创立道教 这个至今都有着巨大影响力的 我国传统宗教 下午一点半前后 曹操刘被孙权相继出生 十三十四十四分 赤壁之战爆发 奠定三国的基础 所谓天下大势 和久必分 分久必和 在经过了整个中午的 大汉雄风之后 中华历史进入一个大分裂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 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 共历是二十十三分 期间国家分裂 战乱魏体 广临绝响 一关难度 陶渊明浑躁南山 北魏一统北方 全面汉华 下午三十五十八分 杨坚受善让称帝统一天下 中华四海再次皈依 历史进入了隋朝 这个大一统的朝代 十六十零七分 杨广继位下令开凿大运河 三征高高利 耗尽国力 天下大乱 黎世民起兵反随 中华民族迎来历史上 最为光荣荣耀的朝代之一 大唐 十六十十二分 短命的隋朝结束 李源称帝建立唐朝 十六十十五分 李世民为求自保 在玄武门发动兵变 射死太子李建成 登基称帝 为唐太宗 年号贞观 开启了二十二年的 大唐盛世贞观之志 十六十三十二分 三十三秒 武则天 加号天后 于高宗 二圣灵朝 很快 武则天 废子称帝 成为我国历史上 唯一一位 登基称帝的女皇帝 改国号周 史称武宗 十六十四十二分 李白出生 四分钟后杜甫出生 师先和师胜 最终会相遇 并同他而免 此后杜甫成了 坚定的李白粉 为李白写了 无数诗词 在十六十四十六分 到十六十五十六分 这十分钟内 唐玄宗改革观治 整顿立志 历经图治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大唐国立进入全盛时期 五国封建社会 也达到顶峰阶段 史称开元盛世 而巅峰之后便是衰落 由于玄宗沉迷享乐 安史之乱爆发 杨贵妃死于马威坡下 但这便不能拯救 即将倾倒的大唐 十七十四十六分 皇朝起义攻入长安 十分钟后 朱文灭唐 历经盛世之后 历史再次进入傍晚 进入大转折时期 大唐覆灭 中华历史又一次 进入了分裂时期 但是这一次 我们没有分裂太久 五代十国历经十九分 便结束 从朱文称帝 到石敬堂 割让颜云十六周 称儿皇帝 再到陈桥兵变 赵光义黄袍加深 时间才来到了 十八十十六分 这个皇徽属于宋朝 国座一时五十五分的宋朝 同样分为北宋和南宋 十八十三十一分 宋寮谈和 史称谈渊之莽 此后两百年间 宋寮之间不再有大规模战事 亮过礼尚往来 同史殷亲 促进了两国之间 经济文化交流 和中华民族的民族融合 文化繁荣 十八十五十五分 王一时变法 以发展生产 富国强兵为核心 意图改变北宋建国以来 鸡贫鸡肉的局面 而后因反对变法 苏氏遭遇乌台失案 被贬黄州 开始钻研美食 留下了东坡肉 东坡肘子当名菜 晚上七十零一分 王一时变法宣告失败 北宋国力衰微 很快被金朝攻陷开封 还被掳走 灰青二帝 实称静康之耻 此后宋朝迁都杭州 实称南宋 十九十十八分 岳飞北伐 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 在南方坚城构建中良旨 北方成吉思汗 终于在十九十四十四分 统一蒙古 并开始大举进攻南宋 二十十零八分 蒙古改国号为元 三分钟后 崖山海战 宋军全军覆没 陆秀夫背着少帝 赵炳投海自尽 十万军民跳海迅国 赵宋王朝彻底陨落 蒙元统一了整个中国 这是中国第一次 整体被北方游牧民族所征服 忽必列称帝 这是汉族人的黑夜 元朝将人分为四等 在政治生活待遇中都有所不同 元朝执政暴虐 百姓苦不堪言 不过元朝国座仅有三十五分 便被朱元璋锁灭 二十十四十三分 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 他勤勤恳恳日夜处理国事 开创了洪武之志 但他辛苦为孙子朱允文 铺垫好的皇位 却被朱棣夺取 朱棣在位期间 编撰永乐大典 派郑和七下西洋 宣扬了大明强盛 增加了明王朝 在南洋的影响力 整个明朝 国座一时四十分 时间看似不长 文化上却灿烂辉煌 四大明著中的三部诞生于此时 王阳明 格物之志 发扬心血 历时珍半生书旧 本草纲目 天下第一奇书 金平梅问世 徐侠客游记终于完成 但这却已经是中华文明 霞光散尽 即将进入黑夜之时 明帝国最后的辉煌 停留在了二十二时零六分的 抗窝元朝战争 随后李自成入北京 崇祯皇帝自遇于梅山 明朝覆灭 二十二时二十分 皇太极登基称帝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 击败李自成 蜻蜓入主中原 顺制定成了蜻蜓入关 定督北京后的第一位皇帝 二十二时二十九分 康熙上年登基 十四岁挫败 全臣敖败 夺回朝廷大选 正式清政 在位六十一年 成为中国历史上 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他在位期间 平定三藩之乱 消灭台湾民政政权 挫败沙俄侵略 三征嘎尔丹 并取得胜利 既加强中央集权 又助益休养生息 发展经济 康熙到乾隆 祖孙三人 留下我国封建历史上 最后一个盛世 史称康乾盛世 时间就在这里 走到了黎明前最后的黑夜 二十三十三十三分 林贼徐虎门宵夜 引发英国不满 英国悍然发动 第一次鸦片战争 强迫清政府签订 南京条约 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 随后 清廷内又外患不断 从内部起义的太平洋天国运动 到外敌侵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甲午战争 八国联军侵华 清廷丢失大片领土 在二十三十五十六分二十三秒 清丑条约签订 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 在此期间 孙中山 伟人 总理 等改变中国的人 详细出声 中国屈辱的近代史 最终将会被他们改写 二十三十五十七分 中国同盟会成立 孙中山高举三民主义大旗 开展轰轰烈烈的 反帝反封建运动 二十四时 青海革命爆发 溥仪退位 延续二十一百三十二年的 封建地址 寻告终结 一天终于结束 而中华民族也即将迎来黎明 新的历史篇章即将开启 风云万变一瞬间 事态炎良也不过是历史上 不起眼的瞬间 也许在历史的长河中 没什么事能算得上长久的 但仪史为尽 可以知心地 我们只有认真学习历史 才能更好的把握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